你看看这个老乡 它这个番茄 成什么样子 看一下 以前的时候拔过一棵 让我看着 看一下 以前拔的一棵 看这一棵 看这一棵 虽然干了 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它的定班的 这个不是静脊 他刚才说了给我说的是静脊 不是静脊 这是一并造成的 番茄 死了不少 还是我们这个田光棚看得舒服 这是刚从老乡 他这个番茄棚面回来 实际上它那个病 这个病害 大面积发生 就是一个疑病造成的 疑病这一块呢 就是它浇水的时候 十度大 等等原因 再加上它那个棚 已经连续种了四年的番茄了 就是一个冲茬也很厉害 会导致那个番茄的一些 常见的病害会多发 实际上在今年 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都都建议 我说你做无土栽培吧 但是老先生呢 对这个新事务 接受能力 还是有一点排斥的 认为自己做了一辈子的地了 然后所有的问题 该遇到的都遇到过了 能处理的都处理了 就是相当于说 还比较自负一点 结果没有想到 今天这个情况以后呢 出现大面积的疑病的爆发 最终这个产量损失 还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对于终枝货来说 在农业基础这一块 一直是往前发展的 一定要遇事俱进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再把这个地中好 把这个农产品的品质啊 质量啊提升上去 我们下一个小心中 要有一个谢谢 好创飞 然后我们下一个准处理